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看一块被摔成脑震荡的硬盘 前撰我估计有不少网友已经看过了 事情的经过我也不细说了 毕竟我也是被网友们召唤过去的 这又是一块响牌机器上的硬盘 不出意外的话,它应该会有硬件加密 就是那个bitlock 盘我是自己主动要求接过来的 我还是不希望它翻车 因为这是一款新款的海力士固态 型号是BC901 用的是惠勇的2269XT主控 这个型号的主控我在前两周私底下做过一次临床实验 不过我当时测试用的是2280长度的主板 之前是同行那边有一块901的盘主控挂了 我有尝试更换这个主控 结果主控换上去依旧无法识别到 后面我又拿了两个好盘给它互换了一遍主控 换完以后这个容量就直接变成1G了 这就证明这个主控虽然是会用的 而实际上底层是被加密了 这一块被烧坏的硬盘采用的是242长度的结构 表面电路两个看起来倒是差不多 只是芯片周围被打了黑胶 这一次我想尝试一下2280的料板能不能用到2242的身上 因为根据我之前找料板的经验 242长度的盘大部分都是打了黑胶的 而80有部分是不打黑胶的 如果这一次临床实验可以成功 那么将后会对维修以及恢复工作产生积极的意义 当然前提是这一个摔坏的盘不能出现芯片内伤或者定义掉点 先看一下电流 电流是完全跑不上来啊 观察一下 看了一下这一块主板 中间它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弯折的 接口往下这里也是成一个凹陷的 可以看到主控的左下角几乎是已经跟主板的焊盘脱离了 颗粒周围看起来倒是还好 具体我们把这个主控还有颗粒给它拆下来做进一步的验伤 先来看这个主控吧 非常轻松的就拿出来了 底下确实有大面积的掉点 刚才我把这个主控的焊盘清理了一遍 现在有一个坏消息 这块原本是脑震荡的硬盘 现在已经确诊为脑死亡了 因为主控底下它出现了大面积的掉点 而且这里掉的全部都还是主控的定义点 补点肯定是不现实的 因为这里的信号线全部都是埋孔的高速线 一两根我还可以尝试补一下 但是这个主控几乎掉了一半 这种我就实在无能为力了 原本我还想着这一次即便成功了 也不会收取对方的恢复费用 因为有时候临床经验会比回报更重要 继续来看下一名患者 这又是一个BC901 跟刚才的那一个是同款 而这一个硬盘它是在正常使用的过程中损坏的 我们先上电看一下 电流也是跑不上来的 测一下它的供电有没有出权吧 直接来量这旁边的三个电感 0.8V主控的没有问题 这个是0 这个也是0 也就是说这块硬盘只产生了一个0.8V的主控供电 而且我摸这个主控 也不会发热 后面的这两个是颗粒的供电 当然没有电压 并不意味着这个供电芯片一定是坏的 因为它需要等到这个主控正常工作以后 才会开启后面这两个电压的输出 如果不能开启 轻则反程断线 重则主控自己挂了 我们可以先给这个主控加热一下 在加热之前我们再来确认一下 这两路供电的对地组值 确保它不是因为后级短路造成的供电无法产生 看样子这个组值是没啥问题了 因为芯片底下带了黑胶 有可能加热以后 这个线路又重新连接上了也说不准 但是加热一定要注意这个时间 还有温度不能太长 否则可能会引起连袭 主控加热过一遍以后 这个电流依旧是跑不上来啊 看样子只能把这个主控拆下来一探究竟了 花了点时间 我已经把这个主控给它重置好了 现在我要把它干到这块料板上面 原有的这个颗粒我就暂时先不拆了 到时候还可以用来检验这个主控的好坏 现在这一个主控我又给它重新干上来了 不用上机 咱们直接来测量一下 这两个电压有没有产生 两边依旧是零啊 很显然 它这一个主控绝对是歇菜了 这块盘给我自己的评价是 它设计的并不好 因为接口信号线这一边 它并没有设计保护电容 全部都是直通主控的 如果这个主板上面出现了静电或者漏电的时候 就非常容易击穿这个主控 就是这四组信号线啊 上一次我没有拍视频的那一块也是这么坏掉的 另一个就是主控它一对一加密绑定了 这就属于典型的叠buff了 虽然说信号偶合电容贴上去以后会增加几毛钱的成本 既然你的安全措施都做得这么好了 那真的就没有必要为客户省这一个保险了嘛 现在硬盘确实非常安全 假设上面的主控不加密 或者是增加了偶合隔离电容 其中任意一条做到了 也不至于这个资料完全无法恢复 之前摔成脑震荡的这一块盘 我又对比了一下它这个焊盘 中间掉点的这一部分 从表面上看起来 应该是没有连线的 就是这一段 当然这也不排除它从这一个板层中间走了暗线 所以我打算把这个主控再装上去碰一下运气 虽然醒过来的概率并不高 但是有机会的话总得尝试一下的嘛 主控我又给它重新盖上去了 结果这一个电流还是没有跑上来 今天又连续翻车了两个海力士 海哥还是跟以往一样孤傲啊 一点面子都不留给我